美国众议院将在星期五针对取代奥巴马医保的新法案 美国医保法投票表决 共和党内乱哄哄 而华盛顿街头也不平静 上千民众趁着奥巴马医保生效七周年的大日子 上街抗议总统力推的新法案 罔顾人民利益 愤怒的民众认为 原有的医保计划能让更多人受惠 对于特朗普医保所宣传的更便宜 更多选择 更优质医疗 完全不买账 民众一路高举大字报 向位于华盛顿市中心的特朗普国际酒店挺进 并聚集在这个反特朗普中心点前 促请他退位让衔 反对声浪越演越烈 除了受惠的民众大声斥责 参众两院的民主党议员 甚至是共和党人也强烈反对新法案 但特朗普还是积极的争取足够的票数 希望法案通过 是要废除他苦中 妨碍美国发展的医疗计划 奥巴马医保是否会成为 只有七年寿命的短命计划 全美人民未来的医保命运 结果到底又会如何 一切才正要开始